2019年12月 岁末将至 此时的江城武汉 长江水奔腾在桥下 黄鹤楼屹立在江边 一切都跟往城一样 生活在这个交通枢纽的人们 或是在迎接一个假期的到来 或是在准备参与 一年一度的春运签线 我看在这边 三天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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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月 三天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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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就是可能就是有一个 可能会是个船人 但是我会想想到它会有这么多大 你弄得这么样子的状况 可以探我吗 我自己给我先的试诞节礼物 两不两不 部分医疗机构发现 接诊的多例肺炎病例 与华南海鲜城的关系 发现27例病例 其中7例病情严重 其余病例病情稳定 国家卫健委专家组 31号上午已经鼓励了 并展开相关检测核实方案 在今天早上 华南海鲜批发市场 开始进行一个休业诊断 截至2020年1月3号8时 共发现符合不明原因的 病毒性肺炎诊断患者44名 其中重症11名 已经追踪到121名密切接触者 并行医学观察 截至2020年1月5号的8时 武汉市共报告符合不明原因的 病毒性肺炎诊断患者59例 病例临床表现主要为发热 少数病人呼吸困难 胸变成双肺静润性病灶 目前所有病例均以隔离 人期40天的春运大幕今天开启 春运期间 武汉地区铁路公路航空 预计发送旅客1500万人次 比上年增加0.5% 2020年1月12号 世界卫生组织 已正式将造成肺炎疫情的新型冠状病毒 命名为2019新型冠状病毒 大兴医疗机构接诊的两名 由武汉旅行使的发热患者 确认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病例 所以现在可以这么说 是肯定的有人穿人的现象 截至1月20号18时 境内累计报告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 最炎病例224例 其中确诊病例217例 武汉市198例 北京市5例 广东省14例 疑似病例7例 四川省2例 云南省1例 上海市2例 广西状况景区1例 山路省1例 然后其中只有一半带了口诊 在华中科技大学附属协和医院发热门诊 门诊面积比较原来 扩大了口诊 原来的专家诊试 已经全部变化了一阵 我们每天从原来 排两个医生 到排三个医生 到排四个医生 到现在排到八个医生 本来消息 今天16时 经国家卫生健康委 确认 安徽省收到 荷兵市报告 荷兰省政党市 零属 黑龙江和几 新农姓奥文首例 进行观众 从毛病角度来说 武汉保卫战 完全升级 今天凌晨 武汉市新型冠状病毒 感染的肺炎疫情 防控程会部 发布第一号公告 通告称 为全力做好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 肺炎疫情防控工作 有效切断病毒传播途径 坚决遏制疫情蔓延势头 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 和身体健康 自2020年1月23号10点起 全市城市公交 地铁 轮渡 长途客运 暂停运营 无特殊原因 市民不要离开武汉 机场火车站 离汉通道 暂时关闭 恢复时间 另行通告 恳请网纳市民旅客 理解支持 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空的 寒解停车场 几乎一辆车都没有 起飞 感觉一个刷新 请容易反航位置 现在街上除了开车的 基本上行人已经比较少 因为地铁也停了 然后公交也停了 如果去的话 就是会去超市什么的 大家都想着 这两天买的菜就不出来了 所以今天超市 巨多人一直在排队 但是现在所有人都戴口罩了 送到什么时候 下午就走了 明天就不送了 没人送 可以下单 现在是 年三十二的中午 也是武汉封城的第二天 然后现在刚刚接到通知 说明天全市的机动车 都要现行就是进行 三十五点起 一夜之间 武汉市所有的公交 所有的行人 路上几乎都戴了口罩了 我是土生土长的武汉人 这是我出生到现在四十多年 第一次看到这种场景 真的很震撼 其实内心很恐惧 说实话真的很恐惧 有没有老师要飘护过去的 这个上面也留了个小口子 等下我半天拿 我们经常去 我想检查一下 把林子还写在最后 好早一些 你都往两个墓子里 我去了武汉市中心医院 还有关虎三医院 五医院 七医院 可能会问我们 为什么会去那么多医院 没有 没有肠外 医院 人马为患 人生第一次经历过 凌晨三点钟排队 晚上凌晨十二点回家 就是光排队都排了十个小时 我绝望了 我爸爸也绝望了 我爸爸也绝望了 这感觉到很失落 我爸爸也绝望了 他就拍照 我爸爸也绝望了 我爸爸也绝望了 你怎么会 你怎么会 你想聂寅 你怎么会 然后 请聂寅 你帮我 对于整个武汉来讲 其实整个发病的人数 是当时在那个阶段 是很快地增长起来 但是我们的整个硬件 包括我们的医院的床位 包括我们的医生和护士的人数的话 其实都没有办法 在当时那个情况下 去应对这么多的病人 在刚开始成为定点医院 那三天确实我们医院 是一个洁净崩溃的边缘吧 27号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国务院副总理孙春兰 率中央指导所 抵达湖北省武汉市 即向湖北省疫情防控指挥部 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 和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精神 我们的医院里面的 这个口罩和防护服的话 是每天就是限量供应的 我们现在目前来说的话 只能说是能够保证 最需要最低限度的医务人员 能够进到某区 有的说 就是叫什么呢 一床篮球 你想救他 没有床位给他 你想给他一个板凳都没有 新型观众病毒传染的肺炎疫情发生之后 湖北五十多万个的医护人员 全员上 1月29号的旅至24时 31个省区市和新江生安静止证图案报告 新闻确诊的病毒 17707人 因为这个敌人 我们以前没有 要算 需不换算 但是我确实已经非常的没有力气了 确实不知道应该怎么办 现在向他要求助 整个广东市组成了一个超过100人的 今天呢一共是有四个什么的医疗队将会来武汉支援 经中央军美主席习近平提论 军队增派2600 医国 越二人 1276 运九等三型八架运输机 装载着医疗力量和卫生物资 于今天上午九十开始 陆续降落 今天军队增派支援武汉 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又一批 1200人医护人员和卫生物资 分别通过航空和抵护书 或者比达武汉 至此军队增派的2600人医护人员 已全部投入之一 中梁集团这两天从荷兰紧急调运的 1100箱五三肉罐头 也已经 那我们不确定这场战役 会持续多长时间 但是我们一定会用我们的镜头 用我们的片子来真实记录 这里的一切 在我身后的马路对面 就是现在正在建设的 对新冠肺炎患者救治的一个专门医院 目前的位于武汉江夏区的雷神山医院 正在加紧施工 预计2月5号左右将建设 我们是这个联盟给您这边送 不过我们都不去 所以我们都去 这一辈子我问一个啥 我们就问几个病人吧 我们的这些证则者的行为 能够让武汉慢慢变好就够了 太高了 太高了 在这里 我们都想要 最好 这一切 都想要 都想要 这一切 我觉得我不是在做一个特别好的事情 或者是让别人觉得我是一个特别好的人 或者是怎么样 不是 我真的觉得就是 我觉得我是在帮助别人的同事 我也是在自己救自己 所以我觉得 我觉得就做了 我觉得我认为我可以 我力所能及的事情 他们老板很辛苦 他们老板每天只剩4个小时 16块钱 以现在的物价来说 不知道他有没有贴钱 但是绝对是没有挣钱的 之后两个人就在这里拼死拼活 后来找我联系过资源 我说我单来人过来跟他帮忙 他们也不要 其实他们蛮辛苦 这个就是20分的菜 然后已经完了 然后完了之后 然后你帮我坐地上两八八 现在直接过去 你把姓名地址电话发给我 不用姓名电话地址 我只告诉你地址 地址200112 我直接发给你 用地位发给你 现在目前你看到的这个整好的 这个才是你的 才是你的 这是整整20分 20分 放20分米菜 然后这个是17份 把我送到那个200112 然后12345678910 11121344567号17号17份完了 然后我现在把地址交给你 能不能自己找朋友 先说不到200112很近 直接走上桥 左转 左转一转就是进去 我知道我知道 就这个有点强意过的 对对对 一个原则就是时间 要快速健康 因为在目前这种形势之下 时间就是生命 我们去儿童医院 和第四医院的西院区那边 我们找那个好主任 他是在前面吗 那个收物资的地方 其实怕每个人都怕 但是我们要保护好他们 他们才能更好地去 更安心地去服务 我们来了136个人 我的任务就是将这136个人 健健康康地再带回去 今天上午 武汉火神山医院 建设荒康地医院 用于收治新型冠状病毒 感染的肺炎患者 这里给我的气氛就是 根本你感觉不出白天和黑的差别 所有人都在非常紧张的忙碌 你能帮这么多的老人家去做这件事 你觉得值不值啊 值值 那你赔钱干这个事是足了 很多医护人员 就是我认识的医护人员 然后就是他们发的朋友圈 然后受不了 就觉得很受不了 然后我在家里就可能 就自己觉得想做这个事 就是这样的一个想法 没别的 你想一下公交区呢 地铁区呢 滴滴没有了 地市没有了 他们怎么来上下班呢 每个人都比较烂 每个人都比较烂 不管是接送衣服还是接送物资 只要用到该用的地方就是值得 大家如果都互帮互助 那就不会太难 就在今天 雷神家医院正经500间病程 正式交互使用 将全部的用途 收治新冠肺炎的重症和危重症的患者 我只是起到了一个作用 就是发现这个问题 把这个问题 可能让更多人知道 你愿不愿意帮忙 你愿意帮忙 咱们一起干 因为当时已经能够意识到 医护人员在工作的不容易 包括你也听到一些物质不全 或者是诸如此类的 可能你不认识 但是你 应该感谢他们 湖北省卫健委今早发布的数据显示 十二号的零点到二十四点 湖北省新增新冠肺炎病例 一万四千八百四十 其中包括 明床诊断病例 一万三千三百三十二 不动不动不动 来人的别动别动 我现在做志愿者 帮社区送发热的病人 还有新冠确诊的病人 去医院呀 隔离点呀 方舱呀 还有火车站 目前武汉全市二十八家定点医院 床位已经破绽到八千八百九十五张 已经投入使用的三家方舱医院 目前有床位四千二百五十张 我作为土生主场的本地武汉人 帮自己家里做点事的话 是正常的呀 位于红山体育馆的武昌方舱医院 一共有八百个床位 目前开放的主要是戏区 这里的医护人员是由武汉大学人民医院 上海华山医院 湖北省肿瘤医院 江西医疗队等多家单位组成 我们进方舱的时候是2月6号 当时是一个江西的护士 帮我写的名字 然后他负责我们那个西区的 第二排的所有患者的那个管理和治疗 他当时问我 他当时问我小伙子你多大 我说我24 他说你不要怕 你很年轻 他说你相信自己一定没事的 我们是这边有华山的医疗团队和江西的 我们竭尽全力 会救助每个患者 这个话 虽然一说 心很软 那个时候 他们都有信心 我们还有什么理由 不去接着他们治疗 是不是 就是 变成他的话 就是靠他们背上的名字 江西 然后他后面会写一个 应该是信仰 但是后面还有个江西 然后他的字上面有一个 祖国必胜 我每次都是看这个的 看这个东西 刚刚听到这几个医护人员说 饭菜很香啊 我好饿 然后我就意识到他们可能还没有吃饭 然后觉得在我们这个病房里好像特别有活力 能够看到大家起来运动一下 我所在的这个方舱是中国最大的方舱 一直传说中有广场舞 但我从来没有看过 结果没想到我今天有幸 心眼目睹了 这里的广场舞 就 就刚刚我看到眼泪都掉了下来 我就 现场看的时候 特别特别震撼 就是 我觉得如果有一天我能看 看不出院的话 每次经过广场的时候 我都可以想到我在这里看到的这一段 这一定是我眼神中看到的 最感人的广场舞吧 我妈是得到了及时的治疗 在协河 但是协河两天就又转到火神山去了 转到火神山 火神山的毛主人看到的情况 三天就跟我打电话 就跟我联系 要把我女儿调回去协助 一起治疗 也叫做 一起治疗 能够尽量的降低这个病死率 因为我妈觉得是重病重症 她是滴水不沾 那就是没有免疫力 她每天只能打营养针 然后她 很多的不方便 所以她 让我女儿去 我觉得 我觉得心里得到很大的安危 然后我女儿也很愿意去带我照顾我妈 医护在帮我用一个推车转我的东西 现在是已经到了救护车这边了 然后 然后可以让我 出去 转院 转院 我要转去火神山 医生说 我已经看好了 我相信我还好 去火神山也是 有一个朋友 说 你要记得的话 去火神山并不是奉献的 你是把你外婆带回来的 我相信我可以 我们病房和其他医院的那些ICU不一样 其他医院的ICU收制的都是重症和微重症 可能微重症的比例要小一些 我们收的全是微重症 我还希望大些 年轻些的 后来那个大爷好像也早了八十多岁 可是 没办法 只有一个选择 当时的话情况还是比较 比较重 有呼吸衰竭 他必须要通过我们的呼吸机的支持 才能够维持一个相对比较稳定的养饱和度 把他不缺氧 后来的话呢 他的整个呼吸就越来越快 而且整个人在床上的话 稍微动一下 他就会感到特别的累 因此在那种情况下 我们就后来给他做了 气管插管有创的机械通缉 就发现他的整个肺的肺功能已经很差了 黄主任就决定 我们还是要尽早的给他上ACMO 但是在武汉市肯定是找不到ACMO 其他医院都不愿意调用出来 都不愿意借出来 必须要有他备用的 我一借给你 就意味着我们家肯定没了 西安 那小伙子打电话 我说 小杨 我这边确实需要ACMO 赶快给我送过来吧 这个情景 其实我们已经在疫情期间 我们考虑过很多次 我们知道武汉没有设备 然后那边的重病人都是会导致肺的呼吸衰竭的 ACMO这个设备和耗材呢 价格是非常贵的 一套设备是从150万到200万左右不等的 最贵的设备可能会达到300万 它的耗材呢 使用一次大概一周的时间的是6万左右 如果这次不是国家的这种统一免费救治新冠病人的政策和措施 绝大多数的老百姓是负担不了 我们这个耗材的费用和我们的人工费车费都是我们自己承担的 我们没有什么想法 先去救人先去送过去再说 可能他们太忙了 然后刚刚就是把我送到了感染医科 就是现在终于送到了综合科 就是我外婆在的地方 就可以去找鬼子 现在已经到达火神山了 我来看一下我 我是这儿是吗 是 医护人员正在给我外婆测血压 他骄傲 就是觉得自己一定能够过去 差不多就是这样 因为他年轻的时候应该是受过很多苦 经历过很多 所以说我就会觉得这些都能看过去 一直在试探找那个血管 您刚刚问我那个血管硬不硬是为什么 如果硬的话是没有办法出事的 如果是弹性还好的话应该可以 因为我带着撒成手头感觉不出来 哦 特别难打 老人人 儿子你来照顾你 要吃饭 听到没有 然后有什么不舒服的 你给他讲 给他讲以后呢 他会转给我们 他会告诉我们 他逼我去 我不去 你不吃不去 他逼我去 就是要逼我去 我不去 他下厨 就是要逼你吃 就是 我给你女儿冲个话的 你女儿 你女儿 也是 让她来照顾你 我们费了好大的粽子 才把她那个医院找到找过来的 好 要吃 人是铁 饭是钢 姐姐你要起东西好不好 你起东西好不好 我过来招呼你的 好不好 你起东西好好 啊 姐姐 你起东西起东西好不好 你乖乖起东西 你肯定可以好好的 我就是过来 我就是过来带你去 你等我 你等我去摩尔兰 去火锡囊 我不去 火锡囊 火锡囊 在那里火锡囊 就有一次 我就是威胁她吃东西 我就说了 就是所有的医护都那么照顾你 你要对得起别人 然后她就本来就真的很不想吃东西了 但是后来真的听进去了 然后他就强迫自己吃东西 然后等医生护士过来之后 他就说 我真的很感谢你们 我虽然吃不下东西 但是真的谢谢你们 我也没办法 就是觉得别人对他好 不管怎么样 他都要努力回报 你要写字吗 可以写吗 能写吗 把这个先取掉 看得见吗 写吧随便写 水 水是吧 从胃管给你打 刚刚给你打了 打了50二针了 待会儿我再给你打 好不好 我们现在要限制一个入料 不能打太快 不能打太多 还好他这个肺 还没有完全的吸收 但是从目前的肺的 影像的情况来看 还是不错的 这个脚动一下 不错不错不错 好的好的 已经很好了知道吧 加油知道吧 对 好不错 阿姨不要动它 稍微有点凉 坚持一下 如果能把它救活 我所有的黑衣伤 所有的遗憾 我都会忘掉 但它成功了 我觉得我永远都会值得的 大家打个电话 我跟你说好不好 好 好 谢谢 我们努力到无能为力 努力到感动自信这样的一句话 我挺感慨的 我挺感慨的 因为我觉得确实我们 我们不成功过来 干嘛好多 两个人 两个人 一八十 一八十 好好 一八十 一八十 好 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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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茶坡啊 我们已经排了百分之九十了 好吧 剩下百分之十靠你自己了哟 嗯 我我我已经进了最大努力了 我们已经排了百分之九十了 好不好 剩下的百分之百分之十 主要靠你了好不好 好吧 没问题 没问题没了 后面的 没问题 帮他来帮他来 我外婆开始吃一点吉字了 虽然还是不怎么愿意给他弄了这个麦片 不愿意喝 但是一开始吃点橘子也是好的 他真的是吐得太可怜了 我觉得不吐了吧 不吐了吧 不吐了吧 来我拿下来 要不吐了 这是这样子 对不起 有点不吐了 有点不吐了 这么多样吃 一会儿 对不起 不吐了 这是什么 截至2月27号24时 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累计报告确诊病例78824例 累计死亡病例2788例 前一天的时候 然后就有SU的人给我打电话 问要不要考虑让他再做创伤性的急救 当时我就知道 当时他打的第一个电话的时候 他就说你需不需要做创伤性急救 然后我就跟我妈商量 然后再打过去 我说我妈还是想要急救一下 我对我说可能这个时候已经来不起 有些病人我觉得怎么说呢 我觉得他应该会有机会 这是我感觉的 彼此 希望 希望 你先把保安地继续帮忙去吧 妈呀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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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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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特殊的这种情况下 宋别一定是轻了 但是对于他们的生命 在我们的内心 纪念却应该是隆重的 而且是长久的 在这里就应该对所有 在这次防御战当中逝去的生命 表达我们的追悼和敬意 因为不管是患者还是医生 离开的过程当中 都和病毒进行过抗争 所以他们都是英雄 请安息 我应该从18号之前就一直在上班 上到现在 18号之前的一个星期 就一直到今天 接下来 菜要鸡蛋 那还鸡蛋 我不知道 这是要买的 这个买不买的 这是什么 三层的鸡蛋 买不买 买 买 这鸡蛋也买 对吧 这有这个钱 这一哈里 这一哈里 新来 很的呀 确实很的 我有时候回去回家的时候 我儿子还在那写作业 然后我在那看着他 然后结果我就睡着了 我儿子开玩笑说 你还说你盯着我写作业 我作业都没写完 你都睡了 中央指导组 你应该还是要买什么东西吗 好的 好的 我和武汉市发起了抗击疫情 全面做工 从昨天一直到明天一共三天的时间 武汉市正在进行八王市的大排查 而且提出的目标非常明确 五个百分之百 第一次患者百分之百应收进收 疑似患者百分之百合同检测 发热病人百分之百进行检测 密切接触者百分之百隔离 小区村庄百分之百实行 24小时不必管理 这里面在这次疫情里面 不管是社区的居民 还是下场的领导 党员 包括一些优秀的志愿者 确实如果不是因为这个制度的话 肯定就不会有这么 大家谈结一心的这种进口 你们现在消杀的在哪里 对 回来 回来 把楼洞来搞一遍 把那个43栋搞一搞 43栋必须搞 你43栋确诊了30个 那不搞不行了 对 他们等会要去上门的话 你先消毒再上去 安全一点 肯定消毒的公司都不给我们搞了 消毒的公司为什么给你们搞了 行 我再麻烦了 说机器坏了不来了 平时你们都是自己消杀的 但是这三天必须的卖光了 我们现在搞不出 因为我们想用它的设备 它那个设备蛮好 就像那个炮一样的 烟炮一样的 这样的话那个效果就好 就像这种地方我就没办法消杀 对吧 它那个一来就可以 所以面积又比较大 我们你去看看我那个东西 我那特别那个就是 这不在一个级别就是 所以要去看看那匠片 你看看你就知道了 我们每天就是这么多 什么用这个队 只能用这个片队 用这个84片 84泡头片是吧 消毒片 消毒片 对 你家出来 刚才啊 你家出来 你家出来 他们所有的人 现在都扑出去 去排楼去了 挨家挨户地毯式的登记 也没有人愿意帮他们 来做消毒 日常的这个消杀工作 我来体验一下 也顺便去帮他忙 走吧 你刚才说 43弄 43弄是吧 嗯 就是我就觉得你现在就是 使劲浑身解数 釣用一切可釣用的劳动力 我刚才就是跟那个 那个人来的那个领导来的 我就说你赶紧给我找六个人吧 我现在是不要人愿意来的 我赶紧把人家都 请他来帮我们做事 我现在才刚刚爬到第四场 我这个左手啊 因为要不停地夹压 就已经快没了 然后腿也是酸的 来我去 他们这 干这样工作 但是又有十个人 今今每个人每天 要负责8到9个单元 而且这里边有个问题 我发现一桶水一个单元不够 40斤的那种水一个单元 怎么着要两桶 那就还得再增加一次 上下多次 好 说事儿都没破了 没了 吃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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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食吧 吃吧 吃吧 我还是要吃 这一片 那你不下去 没有 吃吧 没有 喝吧 你这哪是工作 你这是休息着 我做了在那几 三天啊 三千五百八十五 三千五百九十五 一层一层 一户一户 这个账不好打 这中间还得照顾这些人 还有各种账的疑难问题 还得买药 还得消毒 你这个账怎么打 只要要求来了 我们就去做 也许我可能做不了那么百分之百 但是我们尽全力 尽全力做到最好 我们社区这几天 基本上没有新增的确诊的 没有新增确诊的 所以这段时间的效果 怎么说应该是慢慢显现出来 腌下体温要量十分钟啊 现在已经看到希望了呀 我们昨天还在说 这个数字越来越爽了 还是糊液困难 有信心吗 我们这个房是幸运房 每个人都好了 幸运房 我们这个房叫幸运房 每一个人都一天比一天好 你看我多好啊 99 78 我刚刚才来只有80 确实是到了 非常好 我今天下午就出院了 这么好呀 来多长时间了 非常感谢 我是大年30来的 大年30 一天比一天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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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确认一下 今天我们查完的时候 已经把你的病重已经停掉了 因为你以前之前一直说是病重的 现在我们查完之后 今天病情已经很稳定了 所以说现在已经不是病重了 跟我们那27传的兄弟是一样的 现在情况都是很危险的 这好像可以出院了 现在好多了 轻轻地压好吧 请动脉痘在那地方 轻轻地压 做得最新绿 三个手指头面压宽一点 好吧 OK 非常好 非常好 非常正理 对 你先做得很好 谁想我已经关了 怎么样 挺好 挺好 他们也给我的心 你知道吗 看着你的病人一天一天好起来 这种愉悦 想唱歌 想喝酒 那种感觉 喝茶 对 喝茶 没有情况就 喝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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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就是我们都痊愈了 然后我爸爸我妈妈都痊愈了 而且我也痊愈了 然后家里都应该是 我们就是我们这一家人应该是战胜的病魔 应该是属于恢复期 我母亲 我母亲现在情况就是她新冠已经治疗好了 然后已经目前为止已经隔离14天 已经转院了 转院 然后已经自己住院治疗 今天是第二天 现在她状态 现在她状态比之前好很多 然后就看后续治疗吧 现在目前状态还很好 3月3月2日是小静的生日 她就是为了吃鸡蛋才提前到3月2日出生的 老公我们都在等你回家 还有十几天就是3月3了 我们等你回家吃地菜花鸡蛋 你不掉 加油 好不好 加油 也许大家确实很累 耗了这么长时间 像看到了希望 应该是看到希望 其实我希望能够尽快过去 我们每天都会讲一句话 这个是什么时候完的 这个是什么时候完的 我们说再一个14天可能就完了 武汉市今天才只有一百多了吧 那说明越来越好了嘛 过几天就是两位数 再过几天就一位数了 不就好了吗 今天相信很多人都看到了一条好消息 湖北全省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降至3倍 今天武汉的确诊病例首次降至100例以下 为97人 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关键时刻 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 中央军媒主席 习近平 10号专门赴湖北省武汉市 考察疫情防控 我觉得习总书记来到武汉 就证明武汉这边已经完全OK 马上就可以恢复生产 我起码这个都空在这儿来集合一下 我们咱们一起要听到 3月11号 31个省资质区直辖市和新增生产业者 我们感谢你们 其中湖北八例首次降至各位数 这个镜头上来了 很多东西都能解决 大家全国帮忙 武汉是能够过关的 武汉本来就是一个很英雄的城市 昨天武汉市江夏房舱医院和武昌房舱医院修舱 武汉市所有房舱医院的使命告一段 随着最后一批病人转移出院 武汉市第三医院首医院区 新冠肺炎定点病房正式关闭 昨天上午武汉雷神山医院宣布正式关闭被动 雷池清除数据苍生 如今的雷神山医院光荣地完成了使命 万有百分之类 vai 中国人选择给世 七楼 七楼 七楼战斗队 加油 54天我们一起战斗 我们一起经历了悲欢离合 经历了生死重逢 真的很感激大家 我们所有的人 不管是我们本地的洪货医院的 我们上海医疗队的 我们陕西医疗队的 还有我们四川医疗队的 不管你是一队的 二队的 非常感谢你们好吧 所有人都是英雄 我们都是英雄好吧 今天各地原厄医疗队的 一千四百多名医护人员 在完成救治任务后撤离 现在不知道怎么说 他们一走 感觉身边 跟自己亲人走的一样 快点滑了 毕竟在四十多天的这个生活里 跟他们有太多的回忆 当然是简简单的给他们训练 有时候在群里听他们说一些 在工作方面的事情 感到是对他们感觉 他们太难了 让我们亲爱的祖宝 到武汉来 让我重新认识了 一生的这样一个定义 或者说让我重新认识了生命 中国人军樹 中国人军vu 开场 28-3 ring 没有 大 91 收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近日湖北省人民政府根据烈士包扬条例和退役军人事务部 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关于妥善做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 牺牲人员烈士包扬工作的通知精神 按姓氏笔画排序 评定王斌 冯孝林 江学庆 刘志明 李文亮 张康美 肖骏 吴勇 柳帆 夏思思 黄文军 梅仲明 彭英华 廖建军等 14名牺牲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一线的人员为首批烈士 他们不顾个人安危 逆行出征 敢于担当 无私奉献 用生命践行为人民服务的初心使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您知道您以前做出了多大的工厂吗? 您知道您以前做出了多大的工厂吗? 我都不知道 那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 但是我只知道他的很多器官 他可能是大老的器官都不好 但是后来我这个张院长呢 后来跟我讲 说妈是火神山第一例捐赠遗体的 那我还不知道 我想我们是3月6号才去世的 我想已经很晚了 我不知道我们是第一例 这一块 就是这个 因为有捐赠的遗体 所以我们第七版新冠肺炎的防治方案才能写过 第七版新冠肺炎的 第七版新冠肺炎的防治方案 然后因为有遗体捐赠这个解剖的案例 所以让我们在后续的救治方案中 人工费整个都前移了 所有原来的推测 都是通过遗体解剖的证实 哦 是吧 是吧 我们就是希望 我妈没治好 能不能有其他的能 能治好 或者就让她的去世 死得有意义 所以我们才愿意完成她的心愿 我们对人的认识 对疾病的认识 太肤浅了 太肤浅了 太傻了 尊敬的家属 感谢您及家人无私捐献适者遗体 用于医学研究 为我国抗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 做出突突贡献 对您及家人的这种无私奉献精神 我们表示由衷的钦佩 正是由于有了你们的奉献行为 医学事业才得以推动进步和发展 仅向逝者致以深切的哀悼 并向您和家人表示崇高的敬意 经中央批准 4月8号零点起 武汉市解除离汉通道管控措施 这标志着中国以武汉为主战场的一名防控 取得了阶段性重要成效 武汉的经济社会秩序正在加快恢复 76个日日夜夜见证了武汉人民的默默坚守和勇敢付出 江城武汉按下了重启键打开了城市的大门 76天1824个小时 当江汉官的众生再次飘向了 武汉重新启程了 这是一场大的灾难 大的温月的流星 在这样的情况下 其实我们更多的是很多时候不赖 无力 新冠病毒会变成什么样 我们都知道 我们都知道 只能说 我们暂时 跟他和平共处 他不再撕虑 不再大量的人群出来 那么我们暂时可以start口枪 那么我们暂时可以start口枪 那么我们暂时可以 subscriptions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